欢迎您收看《华尔街网报》今日华尔街 在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商离光被查后 山西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强调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决定 并称商离光作为中共高级干部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性质恶劣 影响极坏 根据微信公号山西新闻联播 山西省委常委会星期二召开会议 通报商离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省委书记蓝福安主持会议 商离光在2003年任河北省纪委常委 后同时担任河北省纪委秘书长 2006年任河北省纪委副书记 2010年任河北省纪委常务副书记 商离光在2013年任秦皇导室市长 2014年调任苍州市委书记 2016年11月任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 2017年6月 商离光跨省履新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由计入近4年后 商离光在2021年10月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 金正恩可能会再次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会面 他会乘飞机还是火车呢 多轮多星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计划前往俄罗斯 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 这次可能的会晤将是金正恩自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出访 预计将重点讨论朝鲜向俄罗斯出售武器 以填补乌克兰战争耗尽的储备 这次会晤可能在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这两位领导人在2019年曾在那里会面 金正恩以乘火车旅行而闻名 之前曾使用家族的装甲列车 与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进行会晤 据报道 普京自乌克兰冲突开始以来 也更倾向于乘火车旅行 使用装甲列车 金正恩过去与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 都围绕着他与特朗普的外交活动 但在河内会晤后最终失败 金正恩可能前往俄罗斯的行程 可能标志着峰会驱动的外交的重新启动 并可能在之后前往中国与习近平会面 贝利吉福德奖提名名单突出历史 未报 贝利吉福德非虚构文学奖的候选名单已经公布 历史类书籍在今年的入选中占据主导地位 候选名单包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奴隶制和欧洲1848年革命的书籍 入选的首次出版作品包括 《Tony Branigan的红色记忆》 探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持久影响 以及Hannah Barnes的思考的时间 研究英国唯一一家专门为跨性别儿童提供服务的诊所的关闭 这个价值5万英镑的奖项的获奖者将于11月16日公布 对于马尔代夫来说 这个选举季节只带来了担忧 日经亚洲 马尔代夫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不太可能加深民主 甚至可能根据获胜者等不同而损害民主权利 现任总统伊布拉辛、穆罕默德、索利赫正在寻求连任 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马列士市长穆罕默德 穆伊兹表示 如果他当选 他将会将驻马尔代夫的印度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人员遣返 并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宗教不宽容和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 使得这次选举的风险增加 由于激进意识形态和受沙特影响的萨拉菲主义势力的崛起 宗教宽容的空间正在恶化 马尔代夫的主要政党与主流萨拉菲组织有联系 这些组织使该国更加不宽容 因此 公民空间已经收窄 人权组织面临限制 马尔代夫也陷入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之中 印度安全人员的增加 进一步使社会两极分化 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 也在加大对马尔代夫的存在 将其视为以印度为中心的视角 无论谁赢得选举 宗教不宽容 预计将上升 该国的民主质量可能会下降 印度卢比跌至十个月新低 路透社 印度卢比汇率跌至十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此前亚洲其他货币也出现了下跌 并且人们对油价上涨表示担忧 卢比对美元汇率下跌至83.1800 较前一交易日的83.04有所下降 卢比贬值是亚洲货币普遍走弱的一部分 原因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达到4.26% 预计美联储将维持较长时间的高利率 此外 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跌至十个月来的最低点 但在国有银行干预后稍有回升 布伦特原油价格也达到了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政府支持的旅游业在陷入困境的新疆地区蓬勃发展 日本时报 中国正试图重新包装经过国家批准的维吾尔文化版本 以吸引游客前往陷入困境的新疆地区 该地区的旅游局计划在2023年投入超过17.2亿美元的资金 是2019年疫情前预算的两倍多 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旅游视为发展资源丰富 但历史上贫困的新疆的一种方式 今年由于经济摆脱了严厉的零卡维的政策 国内旅行受阻 消费受限 这一战略获得了新的动力 据消息人士称 长城汽车正在考虑出售其价值60亿美元的电池子公司 Svold的股权 彭博社 据报道 由于Svold Energy Technology计划在上海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IPO 可能面临潜在的延迟 长城汽车正在考虑出售其在该电池公司的股份 长城汽车已经与潜在买家 包括宁德时代进行了谈判 Svold去年申请在中国的创业板上市 但由于中国政府努力减缓IPO的速度 上市可能会延迟 Svold开发和生产车辆电池和储能设备 长城汽车是其最大的客户 宁德时代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也是Svold的主要供应商 分析 当地投资者保持低调 外国投资者涌入印度股市 路透社 全球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印度股市 作为对中国经济困境的替代选择 印度被视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 因为它与中国相隔离 并且正在成为一个强大的离岸制造中心 此外 印度拥有一个健康的消费者基础 并且在选举年通常表现良好 然而 受欢迎的蓝筹股估值较高 因此 投资者正在谨慎选择汽车和技术等行业 同时避免银行和蓝筹公司 外国投资者今年已经向印度股市 注入了近165亿美元的资金 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金额 苏纳克因印度贸易谈判和妻子 在Infosys的股份受到审查 日经亚洲 英国首相Rishi Sinek 面临着与他的家庭 以及他的政府正在与印度谈判的 一项贸易协议 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 苏纳克的妻子 持有孟买总部的IT巨头Infosys的股份 引发了担忧 认为这项贸易协议 将使该公司和Sinek家族受益 一些议员敦促Sinek退出贸易谈判 然而 专家表示 这项贸易协议 对印度和英国都至关重要 这项协议将是印度与任何发达国家 签署的最全面的协议 而英国将多样化其全球贸易关系 日本的月球狙击手将进行精确着陆测试 同时也展示了东京的太空野心 路透射 日本计划在周四发射一架名为 月球狙击手的月球着陆器 旨在成为第五个在月球上着陆的国家 这项任务由日本宇航局领导 将测试精确着陆技术 并展示日本将一架轻巧低成本的航天器 放置在月球表面的能力 着陆器由三菱电机组装 使用其着陆雷达计算机和转发器 其他部件由夏浦和明星电器提供 韩国总统尹熙悦表示 任何与朝鲜军事合作的企图都必须停止 路透社 韩国总统尹熙悦表示 任何损害国际和平的与朝鲜在军事事务上合作的企图 必须立即停止 这一评论是在有关朝鲜和俄罗斯之间 军火谈判进展的报道出现之际发表的 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不久 将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会面 尹熙悦在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峰会上 发表的这些言论 朝鲜和俄罗斯否认进行军火谈判 但据说金正恩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 将涉及与莫斯科讨论为乌克兰战争提供武器的问题 尹熙悦还表示 韩国有意与日本和中国密切合作 恢复三方峰会 自2019年以来 由于对日本战事历史的紧张关系而未举行 特斯拉上海工厂达到200万辆汽车生产里程碑 路透社 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生产了200万辆汽车 这家工厂于2019年末开业 是特斯拉进军中国市场的关键部分 这一成就的达成正值特斯拉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多 本土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竞争之际 中国禁止政府官员在工作中使用iPhone华尔街日报 路透社 据报道 中国已经下令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 不得在工作中使用苹果iPhone和其他外国品牌设备 也不得将他们带入办公室 这些命令是上级最近几周对下属下达的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命令的传播范围有多广 此举发生在苹果下周将举办的一场活动之前 分析师们认为该活动将是关于推出新一系列iPhone的 这一举措可能引发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的担忧 因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 近年来 中国对数据安全越来越关注 并出台了新的法律和合规要求 中国是苹果最大的市场之一 为其收入贡献了近五分之一 马尔代夫选举可能成为中印竞争的关键 日本时报 马尔代夫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可能决定了 是中国还是印度这两个亚洲巨头将在这个岛链上获得影响力 现任总统伊卜拉辛 穆罕默德 索利赫主张与印度保持密切联系 在民意调查中稍微领先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穆罕默德 穆一组曾经倾向于支持中国 并发起了一场运动 试图将印度军队从这些岛屿上撤离 然而 国内问题 如管理国家债务负担 预计对选民来说更加紧迫 印度与马尔代夫有着长期的联系 而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巨大 澳大利亚将于明年三月 在墨尔本举办东盟领导人会议 路透社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 明年三月 澳大利亚将在墨尔本举办一次特别峰会 邀请东南亚国家联盟 ACON成员国领导人参加 以纪念两国关系建立50周年 这次峰会将为外交双边会议和商业论坛提供机会 并突出了ACON对澳大利亚未来的重要性 阿尔巴尼斯还宣布了一项针对该地区的新经济战略 包括初步提供9540万澳元6089万美元的资金 用于投资交易团队 年轻专业人士实习 以及支持澳大利亚企业进入该地区 该战略包括75项建议 例如政府机构帮助承担该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风险 五角大楼的无人机群策略旨在应对中国军事力量 日本时报 五角大楼公布了一项旨在应对中国军事能力 并阻止对台湾潜在入侵的新战略 该战略涉及大量生产廉价 智能和自主的战争无人机 以应对中国在人员和友人装备方面的军事优势 这个名为复制者的计划旨在使用可消耗的自主系统 这些系统成本较低 并且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更新 这些无人机将用于克服中国的系统和战术 这些系统和战术旨在控制对台湾周围的空中和水域的访问 五角大楼认为 这个新计划将使其能够在第一岛链上部署大量无人机 使他们更难被攻击 并增加美国的灵活性以作出回应 兰德公司的国防研究员蒂莫西 西斯认为 这个新计划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抗中国军事的方式 五角大楼计划加大制造和动员能力 并得到私营部门的协助 它还将依靠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和整合 特别是在亚太地区 日本正在采取措施制定应对过度旅游的措施 日本时报 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努力制定应对过度旅游的对策 入境旅游几乎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引发了人们对拥挤和违反礼仪的担忧 新的对策预计将在秋季编制 并将包括各个部门的意见 这些措施不仅限于主要旅游中心 还将考虑到那些突然在游客中间 变得受欢迎的小镇和村庄 全球经济低迷拖累负时100指数 巴拉特发出警告 路透社 随着中国和欧洲的经济数据 持续影响全球情绪 负时100指数下滑 巴拉特发展公司的股价下跌 该公司警告称住房市场环境严峻 整个房地产开发商指数也下降 由于对全球经济动力增长的担忧加剧 全球市场连续第二天出现下跌 新兴市场基金管理公司 Ashmore的股价下跌 该公司报告了年度利润下降 WH Smith的股价上涨 该公司报告了年度收入增长 现场市场 英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因抵押贷款紧缩而陷入低迷 最新消息更新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巴拉特发展公司报告称 利润和竣工数量下降 称抵押贷款可负担性是 客户面临的主要问题 该公司透露 截至6月30日的一年内 竣工数量下降了3.9% 至17206套 调整后税前利润下降了16.2% 至8.843亿英镑12.22亿美元 明年的预售额为49% 而去年为62% 这一消息出现在人们担心 不断上涨的利率 使得购房者更难获得 抵押贷款的背景下 德国出口商 预计2023年贸易下滑 BGA 路透社 根据德国批发 对外贸易和服务联合会 BGA的数据 大多数德国出口商 预计2023年贸易将出现下滑 亚洲和南美的经济疲软状况 是导致这种悲观态势的原因之一 BGA主席Dart Jandora 对欧盟企业可持续禁止调查的影响 表示担忧 待调查要求大型企业 检查其供应商 是否存在同工和环境破坏问题 Jandora认为 这将给中小型企业增加繁文入节 和法律不确定性 她还批评欧盟 在达成和批准新贸易协议方面缺乏进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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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